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下,军武器言,你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是世界范围消息,要和大家谈谈英国这边 我们谈谈他们的航母,大家熟,即是伊利森马里王号和威尔斯七航号 两艘航母其实英国已经具备了,两艘都开始有IOC,即是初始的战斗能力 伊利森马里王号,我们说在2011年都很暢风头 他真的过来全球巡航,穿地中海,穿红海,一路经过印度洋南海 过来东海,整个西太平洋都还了,关岛都去了 其实大半个地球都去尽 所以去到今年,原本威尔斯七航号也有一个软弱的访问 他将来到纽约那边,不过正正在他这次初出茅庐 要做任务的时候,竟然出事 有网友留意到,他出来的时候,传动族是否出了问题 即是你见到他的行动都不是太顺畅的情况 所以结果现在都应该需要一个维修的情况 维修应该要怎样处理呢? 以及他来到的行程都应该要被取消 会不会阻碍到英国第一,航空母艦 即是他们的艦队里面的服役时间表 又或者今次事件中,有没有影响到英国海军本身今年的设计 李皇后有自己设计 威尔斯七航号这边就要拖延了 变成了,未来有机会对其他海域上 即是英国他们的海域势力 今次他们的预算会不会有些失算等等 暂时有一个原因,我们还要再调查一下 才真正清楚是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我们都会读大家讲一下 都会做一个估计的 究竟是什么事 好,当然开始支持大家 首先帮手按like 按like就帮助我们手 即是热门节目、推荐频道 都会靠大家的like 大家的comment CLS是帮手的了 另外,如果你按了subscribe 也记得按铛铛,按个钟仔 最好按全部 就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所有节目的通知 好,今天我们讲到英国的东西 我们有英国统的Anson Anson,你好 你好,Larry兄 那说起,这一首都相当尴尬 我们讲到威尔斯亲王豪 有点衰 是的,这次真的实惠 原本应该是威威的 整装待发,原本就挺好的 在武港那边 却切茅夫那边说出禮 谁知道被网友也被传媒拍到 好像有点事 我们也要大概去猜一下 今次搞什么事 其实今次开始英国 就准备进行一个 皇家海军,就是一个秋季 有两个航母运务 两个航母运务 一个就是伊丽莎伯女皇后 接下来就会去地中海 就和意大利和法国的航母 进行联合军演 而那个调配 准备应该大概四个月 在地中海和北海 而另一个任务调配 就是威尔斯亲王豪 都是三至四个月 就会前往美国 就是会进行一个F-35 和一个无人机的测试 和会访问纽约 和会访问Norfolk 也很大可能 会和福特号进行一个联合军演 但是不过 这个威尔斯亲王豪 是之前出港的时候 就是离开Potsmouth 去到进入 这个Isle of White 就是大家看到 在英国南部 有一个小岛 对出海面 突然回头 就要立刻去anchor 去落楼 发生什么事 一开始 就是在这个UK Defense Journal 就放封出来 就是说它那个 Propelor Shaft 就是传动族有一个问题 有机会要取消 这个调配 那一年之后 很多传媒就开始报 究竟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很糟糕 英国的传媒就是 完全不留前面 说完全是丢架 觉得这个有没有搞错 这个你的航空母艦 为什么一出去家里 就跪下了 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这么生气 就是因为其实 呂王级的两架建造的时候 都是传动族出现过问题 两架海事的时候 都是传动族出现问题 是进行保收 才是令到皇家海军 才是正式去签收两架航空母艦 那一开始传媒的传动族的设计有问题 所以令到又出事 那英国的皇家海军 他只是承认了 传动族出现了问题 没有说什么原因 而第一个爆料出来的 UK Defense Journal 就说那些传媒也是吹的 很多传媒 我们等这个宽旺消息 我心里是神经的 传媒当然是用来估计的 最重要的是监察公帑怎么用 你不要乱用 我们一定会骂你 你放心 我们的职责不是赚人 我们就是赚人 这件事真是挺迷惑 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他出港也挺高的 所以大家有很多照片 我们可以猜到他发生什么事 做我们自己的计划 可能英国Sky BBC Guardian 全部都说是否设计问题 什么事 什么事 这样的事 这个我们就会有些想 我们自己的军会企业 自己的推测 这个可能就远一点 我们就是说 帮这个威 去港到伊利沙巴女皇后 即1号艦未正式交收之前 英国皇家海军 就是要将整个薄切茅夫的海港去挖深它 因为这个鲁王级的吃水不是满载 是standard的时候吃水是11米 而Potsmouth最浅的位置只有10米 他心的平均都是不过15米 所以他就要将整个海港去挖深它 去容纳这两艘航空母船 因为之前比较大型小说的航空母船 例如说这个audacious class 那一架Arc Royal 弹四型那一架 他之前是Davenport的 不是在这个浦切茅夫 那他现在呢 他就是要 当他接收两首KLE class之前 他就是要去挖深成 一个浦切茅夫海港 那时候去营立这两艘红公母 好 我们去回这个伊爱 那我可以去回第一张照 那这张照 大家就看到 威尔斯亲王后出港那时候 一张挺漂亮的照片 就看着后面 有一架女皇后 有些四面形 整个浦切茅夫的town center 都在这里看到了 但是不过大家留意 这架亲王后出港后面 水流那里 已经有一些淤泥 那是浅起了 那其实平时的船出港 很少会这么多淤泥 那第二张照 再在后面拍过去 就会看到 左边的传动族 是有power 而右边的传动族 是没有power的 那我们有个 这是我们自己台的推测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也不是我们的推测 也有些网友 就是说 因为上次浦切茅夫 做挖心这个港口 淤泥 清淤泥的时候 这个exercise 已经是2014年 2015年那时候做的了 那么多年 是否于来即食 令到他那个吃水流浅了 因为浦切茅夫 是一个很繁忙的港口 他可以通去 Sulhampton 也有很多船 来往 出入 还有也是一个 Title 就是有朝直 还有一个很繁忙的 English Channel 会不会是他出港的时候 他的右边传动族 撞到水底的东西 導致他的传动族 破损呢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其中一个可能 那第二个可能 当然是英国传门推测 是不是说 他设计有缺陷 但是不过如果只看这张图 他撞到 凯床 或者一些障碍物 导致他的传动 那个propeller 就是那个裸船长 以及间接他的传动 受损的可能性 也在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损伤都真的非常之严重 因为当你想出港 他的船这么大 六万五坚敦 那你去过 威尔斯亲王后 只有两个大的裸船长 那他一个这么大型的转动的时候 他说他是撞到海藏的时候 可能整支propeller shaft 都会坏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会导致他进水 所以就是说 他是不是真的 是一个很急需的维修 绝对是 还有你看到他现在 就停泊了 在这个Isles of White 对出的一个海面 就看到一些 英国的皇家海军 就不断派人 在外面看他的船上 他不是在里面 他在外面看 他在外面看 是外面的diver 停在船旁边 然后在外面dive 所以其实也是另一个 提示 引证到 这个是外来外部的受损 就是说 那个船长 是不是撞到东西 导致可能崩了 然后令到船尾 有一些受损 入水 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可能 如果是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损伤 而传媒猜测 他是会去荷兰 的dry dock去维修 而不是去苏格兰的dry dock去维修 因为现在呢 英国的可以容纳 这个伊利沙巴女王级的dry dock 干船奥 现在呢 暂时应该是只有一个 就是在这个苏格兰的Roth 一个R O S T H 这个位 就是他的诞生地 而另外一个呢 船厂呢 就是在Belfast Belfast的船厂呢 现在正在进行一些 一些的维修 以及准备 是准备给这个 伊利沙巴女王号 准备进行一个 的中期验收的 嗯 这个是 这个位置是 预算给伊利沙巴女王号的 所以他归247王号 他在英国本土唯一的选择 就是唯一去苏格兰的 但是不过 英国传媒呢 就说他呢 是会去荷兰维修 那这个呢 也是间接 证明到这个损伤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其实他现在跪低的位 就是英格里海峡 他去荷兰是近过去苏格兰的 一定是 那是不是因为呢 他这个受损问题太严重 押不到上去苏格兰 一定要押去荷兰呢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令人很担心的情况 哇 那真的很令人很担心 如果你押都 怎么押都押不到过去 那当然事实上呢 英格里海峡 过去荷兰真的近了很多 真的兜少很多 你不要说去人家国家近些 真的近很多 大家一看地图 近很多啊 你看 真的 真的还在大家脚的位置 哇 上去头颈的位置 真的差很远 其实都没有我后悔的 不过荷兰有没有位置 我也不肯定 你也要预设一下 荷兰有位置 荷兰如果根据英国传媒报导 为什么英国传媒收到封呢 就是英国政府是通知了荷兰 想立刻用它有一个350米的干船奥 300米的干船奥 就想立刻将它进行维修 那这个就是传媒截倒政府的通信 那就是 所以为什么就是 满天飞就去荷兰维修呢 就是英国政府已经立刻和荷兰 就预设了它的干船奥 而荷兰政府是答应了 这个就是荷兰和英国政府近年都很友善 幸好就可以帮它进行维修 但不过也知道 它连苏兰也接不上去 都真的 这一次去美国的行程 都很大机会要取消 也很大机会推迟 这个威尔斯亲王号FOC 这个阶段 因为它原本想着 伊利沙巴女皇后 2023年FOC 威尔斯亲王号2024年FOC 其实如果你今次搞 起碼搞几个月 所以我一定会推迟这个FOC 还有我也是一个题外话 近年叫做威尔斯亲王号的船 都不多老例 对上一代的威尔斯亲王号 基本上由伏役到现在 就是多灾多难 它有试过之前流水浸了整个动力房 跟着海市那时的全动作又出现了问题 对上一代的威尔斯亲王号 就是第一架 作战时候被军炸机炸沉的战列艦 其实好像威尔斯亲王号这个名字 都不是很多老例 是的 那当年CVA0 就是英国六十年代的航空母船 那一号船 那一号船也是叫做伊丽莎巴雷王号 那二号船应该叫做爱丁堡公爵号 就是士头伯老公的风涵 本身是 然后呢 但是这次到了现在 这个CVF 就是伊丽莎巴雷王级 二号船应该叫做威尔斯亲王号 那我也觉得 英国将来就不要再用威尔斯亲王这个名字 改名都不行 因为在海军的迷信 改名是不老例的 但是不过 船这个名字都不多老例 不如下次 下一艘真的再起来 就真的不会再用这个名字 但是anyway 这次的意外也这么说 其实也是透明的 公开 让大家都知道 发生什么事先 第一个 公众是有权做监察 我们军武器 经常都跟大家说 军武这件事 最好真的是透明的 因为你做些什么 你是会影响到你隔离的人 例如我们说 你的军备有多好多差都好 好的 所以当然 第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好好控制到你的火力投射送 你的破坏力等 你好好控制 其实对隔离都会有一些信心 起码 对比可能军事透明 可能对上一次山东号 在南海漂一日 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事 但如果今次 可能之前福特号 或者是渣坎号 达美柳 今次亲王号 其实这个是一个好处 可能大家透明一点 还有其实我会觉得 当你尤其是 Royal Navy 的人是相信这套 就是说当你被大众资情 被大众去鞭策的情况之下 你会做得更加好的 这是他们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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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他这么大 但不过今次在资讯发放方面 黄家海军都被人说他慢 因为他是一个 威尔斯亲王号 是停下了 开始检查了 但是应该是出事 就是停下了之后 大概他接近一天 他才向外公布 他的传动就坏了 那他那个 的回答就是 我想知道真的检查了 发生什么事 我们才公布 这个其实 英国的传媒都觉得他太慢了 就是觉得有没有搞错 这架船出了时成日 你才知道是什么事 还要这架船不平 对于美国来说是很便宜的 但是对于英国来说 这架船不平 接着你的公帑是否不得其所 这个也是英国传媒和公众都 骂到他飞起 也是这几天的 都挺大的新闻 是 我也觉得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但是我觉得 始终我们说第四拳 所以困难一点就好 始终你对着公权力 就是你抓紧一点 就是令他们不敢松下 尤其是你的budget 那么高的东西 还有难尾的东西 他们也没有做过 就是以前 四五赢你搞成这样 就是你也都这么说 四五赢之后 也都令到盘数拿紧了 是好一点的 但是始终之前 威尔斯你知道 又流过水又成 始终都不是什么兴乡的 就是你又搞这些东西 你原本就浩浩荡到去 落福克那边试阿威 是不是 你的福特号还没得到呢 我两架都搞定了 原本就是威威的 真是 哎呀 现在人家福特号都出得回来 你又未出得去 真是惨了 现在福特号 秋季他也有旅行 福特号有一个秋季大旅行 就是他出来 原本就是 你可以趁他秋季大旅行 还没开始的时候 你现在过去 是不是 先过去 再和他一起出来 秋季大旅行 就有面子了 哎呀 怎知现在又要回去玩一玩 所以福特号又反过来 金济就真的应该 如果信信地理 那福特号 将来真的会再出个例 我们估计 他在大西洋走两转就走 他也应该不会执行什么进入 因为你知道他的姊妹 那福特号已经进入了第六艦队 那连第五艦队 其实现在是真空 大家都知道 那第五艦队那边就没有人来的了 剩下一些我们说的小船 在这里看着就算了 大船都在第六艦队 那福特号在这里 甚至乎其他 刚才我们说的 吕王浩会来 然后也有达古洛 也有意大利那边 其实加上很多航母 现在我们说回地中海 地中海很小 你禁止了一架航母 是 真的很热 我们更坏的说 你的蓝导机全部都起了 地中海都逼得大家都飞得很辛苦 是 但是你这么多架飞机 如果不排好过编队那样飞 真的搞不定 大家乱飞 其实这个空域真的很难管制 是 是 真的很逼 所以我们说 真是有金生无奈 突然间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美国的航母 世界上好像突然做了一个航母展览 全部的 这个很明显是向俄罗斯示威的了 这件事肯定是 是啊 最惨的是你又不能拍一架过来玩 你那架跪了在那裡 你的潜艇又不够惡 嚇到人 你那些黑海蓝的潜艇 一走都不敢走出来了 所以没办法 现在人家那些法拉里 林布坚尼 放在你门口 你都得了体字 所以我们看 其实 笃特浩 和威尔斯浩 原本应该真的可以合体 没办法 他们是很大机会合体 应该真的合体 这次就没得看了 唉 我问到一件事 会不会都会来影响到 他们的烂的re-fitting 因为我们都说过 会不会有机会来 伊利森巴黎王后 和威尔斯青王后 其实他们都有一些re-fitting 例如 会不会安装电子弹射上去 安装上去的时候 他们有个schedule Anson Ng之前有和我们提过 可不可以和我们都常温一下 你会不会有少少影响到 那些re-fitting 伊利森巴黎王后 的re-fitting 正常应该是2023年尾 2024年头的 那这个呢 就是和这个 庄年政府出过 听话 要有一个电池弹射器 有些吻合 所以那些人就会推测 究竟他那个re-fit 是否要去装个弹射器 这个都暂时未知的 但是不过 他那个是Belfast 入博的schedule 已经订阅了 但是不过 看看今次亲王做多久 如果今次亲王 他又要弄好 但是我相信 如果他应该不会弄到 2023年尾吧 应该不会弄那么久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就应该不会影响到 如果他任何时候都 at least一手OK 在这里的调配 应该不会的 如果不出任何意外的话 但是不过 我 英国的人不懂得听中文 但是不过我会觉得 他真的要再做一次 很详细的检测 去检测Posmos的海藏 究竟今次出事 是否跟海藏市 我们看一些照片 我们很担心是真的 是跟海藏市 这样的话 伊丽莎巴雷河出港的时候 都会有机会呢 有同一个命运 就是撞到那个 预测 所以我觉得 他应该真的要 派一些人 再进行多一次的 港口的测试 而且 其实Posmos 其实水深 也不太深 是不是真的 適合放了两手 还是要放到Devonport Devonport是深一点的 海港的深度 是不是要放到Devonport 但是Devonport 没有这样的设备 去支援伊丽莎巴雷王级 而另外一个可以让他去入港的位置 就是在苏格兰 那其实他是不是要去看回他的航母 不是说调配 他说调配 他说调配 在哪一个位置 可能要看一看 如果真的放在Posmos 他是不是真的要去再看回海藏 那个深度 那些渔林有积出来 那些东西 要再看一看 所以这个都 我会担心 当女王他过两个星期出来 去地中海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个同样的意外 是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应该暂时的设备不影响 但反而是比较担心 我没有港本身的安排 就是那个去于泥 第一 你们本身的设备要看得更紧 还有经过这个教训 你们每一次出港 可能你们要浪费多一点时间 去观察港口 于泥积序的情况 有就要清掉它 我想它的设备里面 真的要加多这个工程 在对面 真的每一次在这些地方 你真的要确保这个河道的海道 是一个 是Clear的 Pasage Clear 你真的可以给它们 你真的打中这些 是很无枉自在的 因为食水 Standard 11米 真的是一个 其实食水很深的船 相对来说 是的 所以真的要做一个check 是的 我们讲到香港 我们经常都说 我们的维港很深 老实 美国的恐武男 都不是每个位置都可以拍的 是 整天都是青衣那些位置 都真的要选择的 要选择的 有些位置 不是说到处都可以拍的 香港算是深水港口齐出名 也不是的 何况你说本身不够深 就更加危险 不过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景号 早点知道 是吧 你真的要战事的时候才知道 这样就真的好 好 好 我们这节来到这里 另外大家都请支持我们 包括收睇广告 订阅我们的YouTube 订阅我们的Patreon 会员频道 另外也可以随货金 包括银行 PayV和转数块 可以多点留言 和赞订阅我们的节目 好 那我们在战报 和其他世界化学消息 就和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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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